文蓝凤凰近日集中韩流明星亮相NBC节目再次,20,并共同还原当年出演422集长篇韩剧男少女生向前走的合照场面。 在这样温馨的大团圆画面中,却唯独少了当年以美貌著称的韩国女星郑多斌,郑多斌早在九年前与男友住所处自杀神王,张宁成,张娜拉,普京林等一般好友提起她,不见类似眼眶,十几年前的韩剧与这些年主打短小惊悍的短片韩国剧集不同,动辄几百集的韩剧是当年主流,而剧集片不长, 拍摄时间有跟着一起拉长,这部宁为男生女生向前走的韩剧拍摄了大约两年时间,剧中的一般年轻演员,也在拍摄过程中结为好友,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,才让他们才提到郑多斌去世的时候无比自责,认为自己不够细心,没有发现朋友的不对劲之处,才让悲剧发生。 被遇为演技帝王的赵银成直到节目开播之时,仍旧难掩自责心情,他坦言自己不够了解郑多斌,对不起郑多斌,甚至质疑自己这样的人,有没有资格去他的灵堂送别。 讲到动情之处,赵银成一度眼泛泪光,赵银成在这部韩剧中扮演一位脾气温和的好好先生,欲饰演小气女的蒲庆林,堪称是帅哥与丑女的反差组合。 不过因为两位演员的精湛演绎,虽然外形搭配上有些违和感,但随着剧情的发展,却反的让所有观众都觉得这对帅哥丑女组合才是最大调的组,和,甚至有人在剧集结束后发帖,认为赵银成与普庆林,应该成为现实情侣。 这一提议,也有不少人认同,可见这两位演员的表演,有多令人幸福。 在结束了这部超强剧集的拍摄后,赵银成的事业正式起飞,先是拿下了演技大上的最佳新人奖,又夺得十大明星奖和人气奖,不过赵银成最广为内地观众熟知的角色,却是来自于双花店中的美貌侍卫, 越练的剧情以及赵银成的杰出演技,让他就此越上韩国一线来演员的行列,除了在演技道路上不断的磨练自己,赵银成也曾因为扶兵役表现优异而得到表彰,并为后辈们树立了表率,即使是一员,在扶兵役的时候也要努力去做,并且做到最好。 而赵银成与金铭喜之间的恋情,则更是近年来大家津津乐道,的一段明星恋情,人们俱男美女的扬眼组合。 不仅得到经纪公司的支持,也得到了双方粉丝的祝福和认可。 谁料两人恋爱已多年变分手,金铭喜更是牵手大自己不少的导演,让两家粉丝都不禁痛哭女神的眼光有够差。 但感情的事情也强求不来,只能感慨两人之间没有缘分,不能走到最后,收回这次的在聚首活动。 男神女神向前冲,的主演戏述道场,而早逝的郑多边更是成为了大家闭怀的主题,这位年仅27岁一遇症而选择刺杀离世的女演员,成为了这场热闹聚会中的唯一遗憾。 而赵云成的,也也坦言,正多比一生前爱笑,是个很可爱的朋友,如果自己与他多沟通一些,或许悲剧不会发生。